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重要的刑案 为什么讲刑案 因为有开枪 有受伤 重大的刑案 虽然没有严重的伤亡 但是因为中枪的人 中弹的人是总统跟副总统 所以非常的离谱 在我们国家的民主的发展史上 39枪刑案是永远的污点 不管要谈台湾的十大悬案或是台湾的百大悬案 这个39枪刑案一定会包括在里面 而且是非常指标性的案子 当然因为当年急着结案 也不知道在急什么 然后就乱查一通 造成现在的这个各说各话 其实像前一阵子 这个蔡总统他们在操作什么陈文成 什么林灾歇案什么的 那你三年多你查了什么 你不是一直觉得这两个案子没有查清楚吗 你现在完全执政 这个党政军检警调 统统在你控制之下 你为什么不查呢 讲不出来 你不是一直认为林灾血案有问题 你不是认为成文成名案 我一定查 所以这个这种案子的这个 可见这个施改的那个部分 好第二段我们谈选情 这个黑鹰的意外对选情的这个重大的影响 那当然这个韩国瑜没有悲观的权利 这个明天晚上可能这个台南的造势会 可能会改成追思 那把整个晚会的那个调性改一下 其实蔡总统在礼拜天1月5号 同样在台南 他有这个大型的这个联合造势活动 跟台南的那个六个立委 那台南因为这个选区的划分 这一届台南有五个立委 那明年台南变六个 那屏东本来是三个 屏东变两个 这个有增加的有减少的 好那去看人口数的那个 那个变化 还是要区别这个 韩国瑜跟蔡英文的不同 那这个部分的那个 论述比较少 论述比较少 要把要加强那一块 就说 为什么非投你不可 今天赵少康在苹果的专栏是这样写 你要给大家一个必须投你的理由 好那其实其实是不难 但是要把它讲清楚 这个勇敢的去面对 然后去这个 因为韩国瑜自己发挥 不是发挥 发明那个什么大海浴缸跟漱口碑 那大海浴缸漱口碑 其实谈的最多的是漱口碑 然后接下来是浴缸 大海被谈到的是最少的 那就是三位总统选 在三场政见会跟一场辩论会 呼噜呼噜讲完了 结果大海只谈一点点 然后大家都在谈漱口碑的 这些东西就比较 比较可能 还有八天 对选情的这个 呃研判 我认为会有影响 但是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是没办法推估的 好 就是 终究要回归到 就下个礼拜六 1月11号的投票 终究要回归到选举的基本面 好 就是韩国瑜在讲 你过得好不好吗 好 你过得好 投蔡总统 不要怀疑 不要犹豫 你过得好 你要投蔡总统 好 过不好 你给韩国瑜试试看 这个 他的基调是这样子 那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说 他不会 台湾不会变香港 不管谁当选 台湾不会变香港 不管谁当选 都是不同不都不 不管谁当选 2020都有选举 好 所以在卖芒果干的那边 自己下自己的 其实也没必要 好 那昨天因为早上 在这个友台的露营 呃这个 因为当时的讯息 非常的混乱 所以 本来我们在棚内以为 总长获救 然后送这个三种 好 那当时我们现场一个医生 那当他不是 不是什么内外科 他是眼科的医生 很有名 那位黄医师 他说 为什么一定要送三种 好 我们当时是三军种医院 这个是军 军方的这个医院 他的意思是说 呃 应该就近 找最好 最快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医院 可以直升机 可以降落的 或是各种的 这个 这个后送呢 能够处理的 争取时间 他他他他 我认为他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当时我们在棚内都都以为 中长获救 好 然后 生还的人很多 好 当时以为 以为 这因为 讯息很混乱嘛 我们那时候大概十 呃 十一点多 好 十点多 十一点多的那个讯息 乱七八 所以 你你如果 呃 对这些重大社会新闻意外的这种 呃 像我我刚在汇文看社会 很抱歉 我们待会 原定一九零零的汇文看社会 在 刚刚一七零零先 先播出了 哈 那 很抱歉 所以 如果刚 那个 待会想听的朋友 可能你要去看重播 哈 那因为下个礼拜 这个 选举的关系 所以我们 呃 汇文看社会时间也会 这个挪动 好 那我还没 这个 我确定 我就会贴在我们 节目的脸书的粉专 好 跟大家说明 哈 那目前确定的是 下个礼拜一 晚上是一九零零 一九零零 呃 我刚提到 在汇文看社会提到说 当年的这个 这个连胜文枪击案 呃 二零一零年 嘛 当时我 我没有闭关啊 在跑电视通告 哈 那我们在摄影棚那天 因为是投票前一天 所以我们是现场直播 好 其实 涛哥以前的节目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除了农历春节 特别节目之外 哈 那 他都是做live的 接call in 呃 那选情之夜那天 我们提早 八点就进棚 晚上八点就进棚 因为二零零 是晚上九点嘛 我们八点就进棚 然后七点多都 坐在这个 这个摄影棚 里面standby的时候呢 消息传来了 好 说连胜文已经 已经走了 好 我们接到第一时间 下一次连胜文已经再见了 就这样 就 就没有 你 没有画面嘛 好 当时的网路 2010年的 现在跟 现在2010年 也不能比 这10年前了 2010年 就10年前了 这个整个网路啦 科技什么 距离现在差一大截 那接到消息 这联赛们已经再见了 第一时间消息 所以大家都 都 都吓呆了 这个去站台 然后开枪 然后联赛们已经 网声了 我们第一时间 接到消息是这样 那因为 他讯息 不对 然后有人就说 什么送台大急救啊 什么的 等等 这个 这个其实 如果你知道 那一个黄医师的讲法 他在永和被开枪 最近的医院是台大吗 一定不是嘛 那为什么送台大 好 包括柯文哲 当时是那个 这个叶克摩小组的 这个召集人 柯文哲 他们台大医生 通通赶回去啊 下班的 这个各科的 这个 这个扑洛级的 通通被交回去台大医院 就为了救援生物 这是 你医院的那个 距离啦 大小啦 大牌的医生 什么的 其实他还是有差别 他还是有差别 就跟你 你昨天看到 黑鹰这个意外一样 总长在 这个直升机上面 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 我们军力系统 最最重要的指挥官 在 直升机上 然后发生这样的 这个不幸 震惊全国 好 那 之前黑鹰 像这个 蓝宇 到台东的后送 之前发生过意外 当时是六位 这个机组员加 后送的病患 加护理师 六位都不幸 这个 好 我们看蔡总统 今天召开的 国防军事会谈 这是我们一般讲的 这个大军谈 这个把 各军种的司令 还有 国防部长 次长 那这个 总长不在了 现在由副参谋长 这个 副参谋总长来 代理 那当时 三军统在上 在这个结果眼 他 呼吁大家 这个 冷静理性来 处理这个善后 那蔡总统决定 追进 沈一鸣 沈总长 一级上将 本是二级上将 这个 这个 追进一阶 一级上将 然后颁 这个青天白日勋章 那另外六个将士 呢 追进一阶 那国防部的 这个总市官长 这个韩正宏 因为他不能在 在 在 已经到顶了 他市官已经到顶了 而且这个市官长 这个总市官长 是 所有市官里面的头 最大 就是这个总市官长 那 他不能在最近一阶 那如果 邵位的话 我的了解是 总市官长的 位阶 他的年功奉 各种的 辅恤什么的 都比邵位好 所以 韩正宏的部分 是受他这个 颁奎他这个 云辉勋章 表达他的这个 这个功勋 那就是 每一位都 最近一阶 除了总市官长 总市官长在 班正这个勋章 那到底是 人为啊 还是天后 还是机械 我觉得在这个 大选前啊 就是投票前 就下个礼拜 调到那个机梦河嘛 然后各种的这种 我们的空难的调查 都有相当的时间 可能 最快也要一年半载 所以这个 原因 这个 选前是不会知道 选前是不会知道 那目前来看 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 是境外势力的摄入 你很难去跟那些网友 去计较 什么 阿公的阴谋 什么 谁在帮谁 什么的 这种 没有任何根据的 这个揣测 什么的 那 那就是网路 就网路啊 拍你当的搞笑人 就是有人跟你讲说 他去买便当 看到便当店老板 不卖给 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移工 写了一篇啊 董小姐文笔还不错 写了一篇 丢在PCC啊 那媒体就非常盲目的是 哪一家便当店 哪一家便当店老板 这么恶劣 从台北市找到台北县 然后大家再猜是哪一家便当店 根本没这回事啊 所以媒体是盲目的 采访中心的主管 那个判断是很差的 董小姐出来讲说 全部都是我瞎掰的 是丢脸的是那些媒体啊 大家了解说 他这个产业链 也许网军跟1450 能够带个风向 起个头 可是他这个事情会发酵呢 就是大众传播媒体 集体的退步 退化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应该上当的嘛 你应该是要求原po PTT的各种的这个功能 什么 你邀请人po 那你告诉我是哪一家便当店啊 而不是我被这个便当文 弄得团团转 今天之所以1450 跟网军能够新风作让 原因就是媒体太好骗了 媒体 这个自律不够 那些习惯在那个 PTT啊 这个找新闻的那些主管 其实是非常的要检讨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骗 而且被TTT不是骗 一次是骗很多次 我就觉得这个 非常的不应该 非常的离谱 好 不好意思 这个 请大家不要传谣言 另外彰化现场 王会每天在脸书 这个哀悼的时候提到年轻改革 就被网路围剿 其实这个 我看他留言那几千篇 应该也算还好啦 如果真的是这个 大规模的这个1450 那就不止几千篇了 像蒋万安当时的这个 脸书被灌了两万六千多篇 两万六 那这个几千篇的这个 你说这个也还好 那当然就很多人去 趁机去做文章啊 就批评这个网线长 其实这个年轻改革 对军公教的士气 是很大的影响 我不觉得王县长有什么不对的 很好 他讲的是真的 只是大家 吃米不知道米家 其实各县市 尤其像这个 彰化很穷啊 这个县市的这个 城墙差距是很大的 像彰化啦 这个云林啦 云林散到要去 花莲啦 台东这些都是非常 非常平 他们的负债 也许没有 这个高雄这么高 是 原因是他举债的额度 是是看人的 直辖市啊 可以举债多一点 但是这个 你一般的这个 县市的举债的额度 是受限的 那你一直讲说 这个 警销的这个 人力不足 其实每个县市的 他的那个 虽然是 紧正是一条边 可是你的 预算是要由你的 地方政府去支付 那你支付他就说 你要去养一个警察 我多一个警察 多一个消防队员 一个人一年 大概一百万 一个人 一年一百万 你要多十个警察 都要多一千万 那这个人事预算 是绑在你的 县市政府的 这个负担里面 那中央是不给你钱的 钱是你要付的 你要多十个警察 可以啊 我紧赚多招十个啊 给你十个 给你钱 薪水你要付啊 好 他的底薪 他的专业家籍 他的超新津贴 好 他的什么 所有的要提拨什么的 通通算你 彰化县政府的 你给不给 你给 我人就给你啊 你不要到时候 给的都没钱 那是你家的事情 那就是你 你彰化县政府 就开始举债 苗栗县政府会破产 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一直举债 一直举债 然后 然后大家都不去查 苗栗的显化去哪里了 这个是很 很奇怪的地方 好 那 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那个年改讲了非常多 像这个月退 好 月退奉他 20年才能领终身奉 好 那 月退的这个 好像 一月 快 快领了 通常他们跟台湾银行签约是一月15 因为最近可能 看他们签约 有人签一月5号 就是要签那个18% 跟这个月退的这个金额 其实18%的定存的额度 因为你能存多少 不是你想存多少 就存多少 像蔡总统 蔡英文他那时候是一次退 他一次退 他我记得他本金额是四五百万吧 然后他18% 通存18% 然后他的那个换算金额 他一个月是六万多块 六二八二九 他一个月可以领 六万两千八百二十九 但是因为他是一次退 所以他就没有月退 他的那个计算又不太一样 那我们讲军公教来做比较 因为我们讲军公教 你要跟劳工跟国民年金 或是跟这个老农金 是不能比的 你立足点不一样 军公教的月退 18%跟所得替代率 军公教三个比 最后一名都是军人 最后一名都是军人 平均来讲 军人的月退 能够领月退是最少的 大概就七十几% 那老师领月退大概九十几% 为什么会有七十几% 不是军人比较笨 不是 而是你要符合那个领月退的资格 你没有那个资格 我要领月退 你才当几年领什么月退 滚 什么都领不到 你就只能领一次退 那老师他们的这个相对的福利 跟制度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老师比较容易做好 做满25年 好像之前的这个 这个25年50岁 他们的以前的退休 相对是比较简单 现在他就一直 就是讲简单 就是说你要多脚 你要扫领 然后延后退 就是蔡英文他推的领感 就是多脚扫领 延后退 就变这样 其实这个也不是蔡英文 但这个李登辉总统的 这个执政的末期 就开始退 这个1994 1995之后 这个军公教的年金的 这个大不如前 以前退的比较好 你1995退的根本 1995开始当军公教 根本就没有18% 你连1%都没有 不要说18% 他早就改了 这很多人都不懂 那我刚讲这月退 这个比例最低的是军人 70几% 然后教师高达90几% 领月退 18%定存的额度 那要看你的这个 你的年功奉 你的年资 不是你想存多少 就存多少 那郭台铭存1000亿 你要每年给他18% 都昏倒 不是这样子 警察能够存的18% 也很低 老师能够存的18%的额度 是最高的 那差是差在那里 其实很多这个 当年18% 有些这个新的银行 他们要招募这个人员 招并买码 那他们开出的条件是 我也给你18% 我是民营的银行 我给你18% 你要优秀的人才来我这边 这个工作 很多人就跑去 18%好棒 可是呢 你只能存50万 50万 50万的18% 你看你算看一个月 你的年龄多少 其实很多人不会算 没关系 不重要 你只能存50万 所以你一年的利息 是9万 那我吸引你来 我给你18% 可是我规定 你们这些菜鸟进来 你们一个人只能存50万 你说那个 我妈妈留很多钱给我 我存500万不行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你的额度就是50万 50万的18%是9万 9万 一年9万除以12个月 其实一个月 你领不到1万 所以那些都是 这个 当后来公益银行 有的13%了 公益银行 13%的这个福利 不太一样 那我主要讲是军人 军人都是最后一名 所得替代率也是最后一名 就这样 因为军人他的制度是最严格的 他要求你几岁 他限接限领 你达不到那个 那个升不到那个官 你就退了 你跨不过那个门槛 你被刷下来 你就没有越退了 你就没坐满20年了 那竞争是很激烈的 所以国家培养一个将领 特别到参谋总长这个位阶 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宝贵 很可惜 经过这么多重要职务的历练 他接总长还接半年多 他遇到这样的这个不幸 那总的来说 军人的月退18% 所得就是最后一名 我想说去批评 那个王县长的网友 有几个人能够分清楚 什么是月退 什么是18% 什么是所得替代率 这不好笑 连大学校长都不会算 这很可怜 国立大学的校长 都不知道所得替代率怎么算 我真的是不知道 这个高等教育怎么办 乱算 连马英九的财政部长 也搞不清楚所得替代率怎么算 是国家的悲哀 马英九的财政部长 他想要凸显年金改革的重要性 可是 几句说就没能过 很糟糕 整个就乱掉了 很像 他太太 他太太是国众老师 退了之后领更多 鬼扯 鬼扯 他太太退休之后领的钱 跟他退休前的钱是差一万多 所以他没有领比较多 他领的比较少 可是连财政部长都不懂 你就知道国家为什么会乱 还有财经专家 对不起 原来我们这个 这个老师的所得替代率超过100% 财经专家 这样就财经专家 那我要怎么办 我去把他痛骂一顿吗 那财政部长也不懂 财经专家也不懂 大学校长也不懂 那你说去骂王惠美 那些网友会懂吗 他们也不懂 就不懂在那边乱讲 国立大学的校长 不会算所得替代率 财政部长也不会 财经专家也不会 那你是财经专家 他早就改了 不然你去问陈水扁 就是陈水扁的大学同学去改了 我就是因为跑通告 才认识陈水扁的大学同学 陈水扁的大学同学 就是当年陈水扁 在当总统的权续部长 这些东西 公务员的这个什么 约退18%那个 通通他的主管机关是权续部 老师的主管机关是教育部 军人的主管机关是 退辅会跟国防部 好 那如果韩国瑜当选 这个军工教老保农保 国民年金怎么处理 这个就我们待会 第二段谈 就是说他要把 一些重要的事情 把他 剩下八天把他讲清楚 让他做选择 很可惜 三场的证监会跟那一场的辩论会 做得不够 但是还有时间 还有八天 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讲说 没有他没有什么乐观的理由 也没有什么悲观的理由 遇到就处理 韩国瑜一路走来不是这样的吗 他从北农被围剿到 一直到柯文哲抛弃他 很多人都没有去提那一段 柯文哲本来是要延览 韩国瑜当台北市政府的游几职顾问 游几职顾问大概 12万多吧 大概就是蔡壁如的薪资这样 游几职顾问呢 韩国瑜当了三天 然后新潮流就不高兴了 我把他从北农拉下来 你又让他当 就垫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就 请韩国瑜把东西收一收 韩国瑜就滚了 所以不要假装你一直骂新潮流 新潮流给你钓的时候 你也是怪怪的 所以谁抛弃韩国瑜 柯屁啊 你是台北市长 你要聘谁当顾问 我举个例子 柯屁要聘这个议员制当顾问 议员制就是顾问了 好不好 议员制不行了 因为他是新北市议员 资格有问题 他拼任何人当台北市的 有几职顾问 那个是市长的人事权啊 任何人是管不到 连台北市议会都管不到的 我要用他 我要用蔡壁如 你是怎样 蔡壁如本来是市长是主任 后来现在变有几职顾问 他为了选部分区 现在又请辞了 那为什么柯文哲当年 要抛弃韩国瑜 他当了三天就卷铺盖走路了 来我们请广告 飞的晚餐 我是陈惠文 刚刚YT的网友摩尔 他说惠文你愿意去上巴哈姆特 巴哈姆特我去看那个转租啊 我之前在玩那个叉叉之塔的时候 他有那什么攻略什么的 会有那个像这个戳戳 或是这个 那叫什么 秋嘎米 他们会示范那个转租啊 那我现在已经退塔 但是还在农府 就有时候还去看一下那个 电玩的那个网站的那个 那个活动跟网页 好 我们今天封面用这一张 这是联合报 今天头版头 那四大报都是头版头 这是这个震惊全国的 这个黑鹰直升机的这个不幸 那刚刚也跟大家报告 就所有的善后跟这个处理啊 蔡总统都已经责成国防部 还有相关单位啊 这个一定要让这个 罹难的朋友 这些将官啊 将士官他们能够安息 那帮家属处理这些后事 那受伤的部分呢 三星总院一定会提供最 最好的医疗 相关的这个照料 好 我们到时候再请阿智 挑一张比较那个灯光 比较那个 好 这个 希望大家 替这些殉职的朋友 当然就 任务结束啊 就没有人 希望发生这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意外 所以 昨天我刚跟他说 我们昨天在早上录影的时候 听到说总长获救 那大家都 松了一口气 就是现场的 这个主持人啊 来宾什么 总长获救 那就 那就还好 那就还好 就说 就没想到下午去录 另外一台的时候 八个人罹难 而且总长 没有救回来 这个 这个是 好 大选倒数八天 我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还是没有 没有call in 也不播歌 然后晚上11点 我自己的直播呢 也没有收视率 收视率 我有帮大家看了 他就是跟前几天 差不多一样的状况 高的还是高 低的还是低的 没有 即便是昨天有黑鹰的 这个重大的意外 但他收视率的变化 也没有很明显 几乎跟前几天是一样的 跨年那一天也差不多 没有很特殊的 所以收视率的部分 我们晚上也不会谈 好 那黑鹰的这个悲剧呢 他的变数会影响到选情 对选情的这个波及 那取消进行活动 目前蔡英文是取消三天 那韩国区取消两天 那这当然会有差别 会有差别 在选前资助必较的情况之下 就到底三天跟两天 那明天就是1月4号晚上啊 这个住住节 他们本来就有活动 那有这个晚会 但韩国医要不要参加 参加要讲什么 那总不能再唱 那个一些这个奇怪的歌曲 就相对于现在的社会氛围 但是我要跟他报告 1月5号 1月5号呢 蔡英文啊 在台南也有这个造势大会 1月5号下午 他在这个六个台南的 这个民进党立委的 这个联合的造势呢 如果照民进党 他们这个宣布的三天的话 那台南这一场 可能是在黑鹰的这个意外之后 蔡总统第一次的这个 造势活动在台南 如果你这样推算 跟住住节 跟台南 跟谢龙介韩国瑜 他们的1月4号晚上办的 其实差没几个小时 讲是讲说 我们都都取消 你取消三天 我取消两天 什么的 可是实际算起来是没有 没差几点 我在说的意思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说 这个1450跟网军 他在上面做文章的话 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管1450了 你自己做的问心无愧就好了 你没有办法跟那些人去计较 我们的一个韩粉的朋友 他之前就那个煎饼之乱 他被骗 被台式跟民事的记者拐 拐进去 因为他不晓得里面在干嘛 其实那个煎饼店的老板 我尊重他的这个看法 他很讨厌韩国语 他那天的活动是说 你来我这边买煎饼 我是要罢免韩国语的 那个引力他们不是很多 那个罢韩的连鼠吗 你来买 如果你是要罢免韩国语的 我卖你很便宜 因为你跟我一样 我们要罢免韩国语 但是如果你是韩粉 我要卖你贵一点 我已经忘了多少钱 就说你如果是韩粉 我要卖你贵一点 但是你如果不是韩粉 我卖你便宜一点 他的噱头是这样子 那两位韩粉从店门口走过去 记者就跑去读 看这款跟韩粉 就问你要不要去买 你赶快去买 用怪 用口坑 结果这两个韩粉 就走进那个煎饼链 然后看到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大家就口角 你为什么搬面韩国语 那大家吵起来了 吵起来就中了 台式跟民式的记 他就是要你吵 所以这两个记者 其实你们不够格当记者 你们去当1450 比较适合 谁教你这样跑新闻的 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 你的主管是谁 我如果有这个权利 我就通通开除你们 你没有资格当记者 你怎么用拐的呢 你明明知道 那个煎饼店 他的老板 他的促销活动 是对韩粉不友善的 你知道的 你不是不知道 那你叫韩粉进去干嘛呢 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什么 你知道它会发生 而且没有违反你的本意 你这个就是不确定 故意说 我知道这家老板 对韩粉是很 他很讨厌韩国语的 他也很讨厌韩粉的 然后我把韩粉带进去 要嘛就是韩粉跟老板吵 要嘛就是韩粉跟 想罢免韩国语的客人吵 只要你们任何一边吵起来 我的新闻就很好看了 我的新闻就很好做了 这明知其会发生 而不违背其本意 我知道会发生 我就看 我在旁边看老人 看你们 这个 乞官山 看两个修宅 不管你怎么打 我都忍着了 恶劣 这非常的这个 这不应该 好 那所以大家这个 对这些黑韩的 对这1450 对这些 其实也没有办法 处理 我刚讲那个 那个女韩粉 他 他后来 就另外一件事情 他同一个人 那他被设计 然后被骂得很惨 但是被洗版 1450也跑去那边洗版 把他垫得很惨 他 之前写了 陈菊的一件事情 评论他认为 陈菊这个事情如何如何 陈菊就告他 陈菊很喜欢告人 连我都被告过 但是不起诉 我骂他白贼局 就是不起诉 可见他是不是白贼局 我就不用我来讲了 那个女韩粉 跟陈菊认罪 跟陈菊的律师说 我错了 我跟陈菊道歉 他认罪 他认错 他愿意跟陈菊道歉 结果法官判他有罪 法官就判这个韩粉有罪 我觉得法官你很奇怪 他都认罪了 他都认错 你还判他有罪 结果被陈菊告的其他人 他们都不跟陈菊道歉 他们也否认他们骂陈菊 结果不承认的 通通无罪 我说你这个法律也太好玩了 不认罪 不认错 不道歉的 通通无罪 认罪认错 道歉的判有罪 那以后谁要认 所以我说这 这很难 选记得最后 决战的这个 大家要洗脊 很多会设计的 会骗你的 所以那天高雄游行 我还特别提醒大家说 如果你遇到媒体 任何媒体都一样 他采访你都不要理他 他有一架 挖洞给你跳 你特定媒体的记者 对韩粉很不友善 对韩国瑜是更不友善 我不知道媒体到底是 到底 好 那1月4号 1月5号 蓝绿在台南都有活动 那黑鹰的意外 蓝绿要应变 决战6天就变成 决战9天就变成 6天 这个天数就 在压缩了 赵浩康今天在 苹果日报专案写说 韩国瑜必须给一个好理由 选民为什么要投他 这个 其实我之前表达的意思 跟赵先生差不多了 就是说 这个韩国瑜跟蔡总统 什么不一样 韩国瑜跟马总统 什么不一样 他这方面讲的太少了 我知道他被黑的人惨 但是 大海浴缸漱口碑 韩国瑜他要 快快的抛掉浴缸 把漱口被丢掉 他回到大海 韩国瑜的问题不在韩粉 韩粉会投他 韩粉的凝聚力跟向心力是 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有这么强大的粉丝在相提 当然也是因为 时代跟科技的进步 你说李登辉在选总统的时候 谁有大哥大 手机 那时候叫大哥大 李登辉选总统 1999年谁有手机 你知道中华电信 他说一个门号 空号 没有挂手机 一个门号要三万多 而且还要走后门 一个门号三万多 还要走后门 你看这什么世界 拿一只很大只的欧金公 还可以打架的 什么时代 那时候拿网络 那时候我们笔电 传稿子回报社动 用摩电 讲摩电很多人都 会用叔叔摩电是谁 很多年轻人 不要说摩电 连BBQ都没看过 好 那大海浴缸漱口碑 还是要从大海来下手 韩国瑜的重点不在韩国 韩国瑜的重点在中间选民 你为什么会比蔡英文 更能处理两岸关系 你选的是总统 你选总统就应该谈总统层级的事情 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两岸关系 好 那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瑜的中华民国是109年了 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只有71年了 你认为中华民国是109年的 请你投韩国瑜 你认为中华民国只有71年 但你投蔡英文了 所以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韩国瑜就落选了 可能认为中华民国只有71年的比较多 然后蔡英文当选了 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如果用这个区别法 哪边会比较多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办法去推论说 搞不好讲109年韩国瑜就当选了 我也不敢这么讲 但是你今天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韩国瑜的使命 他今天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就是得打这一点 你韩国瑜他坚持的中华民国 才是真正符合中华民国 宪政体制的中华民国 而不是蔡英文赖清的那种 用骗的中华民国 那蔡总统在国庆的谈话里面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屹立70年 你证件会跟辩论会为什么不打呢 你不是有交互结问吗 不是有三场证件会 一场辩论会 然后来往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讲呢 你在电他说 蔡总统你为什么是70年 你算给我听 为什么70年 我认为的中华民国是109年 去年变动他应该是108年 108年 你为什么只有70年 那前面38年在干嘛 你好不容易有机会跟蔡英文 平起平坐在同一个 这个竞技场里面去对决 这个东西就可惜了 我讲这还可惜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蔡英文他都读稿机 你问他的问题没有在稿子里面 他就答不出来 所以也不期待那个 但是你要去论述的是中间选民 你要告诉大家是 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是假的 他的中华民国是不完整的 我的中华民国才是完整 才是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 这个正硕的部分 韩国瑜一定要坚持住 不然你叫大家一定要投客 你是为什么 你跟蔡英文最大差别是什么 重大的议题 韩国瑜要表态 像年金 年金改革 你说年金改革 那你要怎么改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韩国瑜如果他当选总统 然后国民党完全 那年金你要怎么改 我讲这军公教的部分 你觉得军公教被蔡总统 段宜康他们改的太粗鲁了 OK 这个我当然是同意 那你要怎么改 你不是一百多个国政顾问头 那你们想好了没 你一直骂一粒一粒一粒 你要怎么改 陈水扁在那边嚣张 还翻肚子 那翻肚子的照片 也是有够那个人 我就直接pass 陈水扁的问题 死刑的问题 酒驾的问题 贪污的问题 司法改革的问题 他有很多面向 我们说大海层级的问题 浴缸的问题你也得解决 好像这个年金 这部分就比较偏偏 能源 好像他那天在那个卢秀燕 就是29号吧 他在卢秀燕厂子讲的 我觉得很好 就我秃子当选总统 验子的台中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努力 台中火力发电厂 怎么我当总统 台电就听我的 台电就是我在管的 该关就关 该停就停 我要让台中火力发电厂降载 他还是要发电 但是不要发那么多 不要烧那么多煤 所以有些状态 还有八天 韩国瑜是有胜选的机会 虽然昨天发生这么大的 意外跟不幸 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 就是选前置业的 很快 我从选前一百天 跟大家倒数到现在 下个礼拜的礼拜五 就是选前置业的 你还是得走进投票所投票 选举没有取消或delay 我们的选拔法规定 除非总统候选人再见 不然选举继续投 即便是副总统候选人再见 一样投票 副总统候选人再见 一样投票 除非是总统候选人那个 所以选举下个礼拜天 对对对不起 下个礼拜六 1月11号就是投票 你还是得去投票 你还是得去决定 未来四年中华民国 谁来当总统 谁去当立委 飞丽晚餐 我是陈辉文 不好意思 你的时间没了好 所以春不几分 这一时间 请大家自己温习 那个美日一句跟狗废火车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